吉隆坡假动一名先天患有软骨症的男子郭炳文 自小失去自理能力 如今负责照顾他的伯母也因为自身患有癌症 未来恐怕没有能力继续照顾他 虽然生活逼人 但是郭炳文没有放弃自己 他目前最希望的是能够用医疗机器来移动身体 在不靠别人的情况下打理自己的生活 37岁的郭炳文自小患有软骨病 行动党假动区国会议员林立盈 今天带领媒体到假动南区 但巴汉一带的木屋区探望他 郭炳文的病情严重 媒体都留了一个多小时 他不曾改变姿势 只能坐着 就连颈部也无法随意移动 身体无时无刻都感到麻痹 12岁的那一年 病魔就开始捆绑他的生活 随着年纪真正到我12岁开始 脊椎就开始测完了 他就会开始伤到你不能怕 就只能让你手脚还可以动 然后整整情况严重的是 在我20多岁开始就会手指 就身体的手脚开始不能动 是从伤而下 就从肩膀开始一直往下 最后到你的手指 然后影响到你的肺部和颈部 所以讲话就会比较这样 虽然生活不容易 但郭炳文从不延弃 他在网上售卖口罩 积极态度感动身旁的人 他不曾上学 但他自学精通几乎所有中文字 郭炳文的父亲已经离世 由伯母照顾他 但伯母自己也不幸患上了乳癌 并开始接受化疗 郭炳文如今最大的愿望 就是有能力购买一台 为软骨病患者而设的医疗器材 协助他移动身体 打理自己的生活 行动党加通服务中心 今天也移交支票给他们 希望能够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巴特公坚许文杰 吉隆坡报导 各位各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接 cô